威少缺席明天揭幕战,但对阵勇士有他顶替一样激烈威少缺席明天揭幕战,但对阵勇士有他顶替一样激烈文雷平体育会NBA的常规在揭幕战将,在北京时间10月17日拉开帷幕,10点半雷平客场挑战金州勇士队,这又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,精彩程度非常值得期待, 唯一遗憾的就是雷霆主教练多诺万透露,威斯布鲁克因伤,将会缺席明天的揭幕战,威少是在9月13日进行了右膝关节径手术,现在已经开始了力量的恢复训练,休赛7000下的时罗德将会顶替威少出任首发,有这个超级后卫在,对阵勇士的比赛一样的激烈, 新赛季的勇士队让人垂涎三尺,阵容的豪华程度,达到了空前的高度,可以说两支球队正常发挥的情况下,雷霆几乎没有胜算,再加上雷霆防守兼兵罗伯森也因为膝盖伤情无法参加揭幕战, 所以说雷霆想要获胜可谓是难上加难,勇士队有曾经的雷霆球员杜兰特,杜兰特的叛变总是让雷霆和勇士的比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身体对抗,充满了激烈斗争,威少无法参加是一个遗憾,但是希望雷霆在没有威的情况下打出精彩的比赛,在保罗乔治和亚当斯的带领下,昂首踏入金州,争取击败勇士队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